全油管最快新闻网易结束赴美访问 与美国总统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进行了交流 访问期间,中方提到了几个重要细节 展示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态度 中方通过使用词语淡然处之 表达了对待中美关系的平和和冷静 在交流中,中方强调了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同时,中方明确表示 态度是台海稳定的最大威胁和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 必须坚决反对 此外,中美增加航班和交流 展示了双方利益交融的紧密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,中方提出了五个必须 强调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矛盾 美国也逐渐认识到无法与中国全面脱钩 中美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和世界经济利益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